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制作我们的题目啦 今年中文考试有六部分 第一部分是工作啦 暑假 part time工作 还是工作的时候面试的技巧 这方面 第二个部分呢 是说怎样做义工啦 有些什么办什么活动啦 第三部分 讲到我们的生活 跟家人相处啦 跟朋友的关系啦 第四部分呢 是说 出国留学或者是 中国跟美国的教育的比较啦 第五部分 介绍一个大城市 或是名圣古迹啦 第六部分 跟文化的产物有关的 比方说 风筝啦 或是一个节日啦 或是最近最流行的 最流行的流行的流行语 最夯的流行语 所以有了题目以后 我们就可以来想 哎呀怎么样做些 问题了 question 好 我把question呢 我就把它打字 我用voice tool 就是voice type 就可以一说 就把答案 就是要打的题目 就打出来了 打在google document上面 做好了script以后呢 我就用google的slide 介绍我这些题目 比方说是口语对话题目啦 还是文化展示的题目啦 我把它的说明 打在slide上面 然后几题几题 每一题的回答 我把它插入timer 做好了以后呢 把这些东西 可以录影的资料 可以放在quiz上面 就是google form啊 好我们先说 简报的设计 所以我的设计呢 先把它的说明 放在简报上 它的问题 只要说是 你只要把它打出 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这样子 然后呢 回答部分呢 我们要insert timer 我是用insert youtube video的 timer 去找个20秒的 这 youtube video 或是四分钟的是culture presentation的准备时间 两分钟的是culture presentation的展示时间 所以呢 我们就来 在这个录影以前 把这些先准备好 像speaking comprehension 应该是在google document 这些都是先在google document上面打好 你的说明啊 你的问题啦 你的这个instruction for 文化部分啊 然后它的问题啦 问题是英文的 然后在slide上面 我们就是介绍这个 我们现在要考的是什么啦 然后说明也是介绍一下 是怎么考的啦 然后讲到它的scenario 它的topic的时候 是用英文的 然后问题是用中文的 那在slide上面 只打出来number 不说题目啊 只要放那个 第几个问题就好了 在文化部分也是这样子 然后timer呢 这个instruction当然就不需要timer了 问题要他们回答的时候 要回答的时候 要放上timer 然后我们就开始要准备录影了 录影的时候 这个speaking conversation 这个部分要录影 instruction要录影 这问题只是放timer 只是让timer去转 然后这样就可以录影了 这样准备好了 就可以下一部分了 下一步 这个是speaking conversation的说明 所以他会听到英文的题目 就scenario是两次 然后中文的题目呢 每一题都是中文的 只有一次 然后学生要很快的20秒之内 完整的回答 这个部分非常难 虽然看起来很简单 第二部分是文化展示的部分呢 它的题目也是用英文讲的 会讲两次 然后四分钟的准备时间 两分钟来报告 所以我们做好了题目以后 做好了简报以后 我们要来开始制作我们的视频 制作视频的工具呢 我发现可以用不同的工具来做 假如是很短的 少于五分钟的 我就喜欢用screen testify submit 因为它的好处是 马上就可以上传到YouTube video publish 假如是比较长的视频呢 超过五分钟的 我就会用loom loom做好以后呢 要把它下载到桌面比较好找 不然的话很难找到loom的video 下载到桌面 然后再上传到YouTube video 所以两个准备好 也是一个考试 只有两个视频 文化的和口语的 然后把它放在YouTube video里面 有两个 那 反正我click 这边有 可以看到click的话 一定就是有视频可以看到 这是我的简介 这是文化常识的例子 这是这次例子 学生就会听到我的 怎么样说 怎么样说 做好了视频 就可以来制作我们的模拟考试了 模拟考试 两大部分 把它放在一个Google form上面 然后我是把它设置了time limiter 就是说这个考试在什么时候就消失了 就不能够再考了 不收答案了 因为只有45分钟 40分钟过了 就不考了 然后我是把它的考试 是把它通知放在这个quiz上面 我可以放在Google的classroom上面 我们需要是用Google classroom的 我就把link放上去schedule the time 所以最近呢 我是准备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是这样子先复习啦 然后再准备来考一考考一考 有些要练习的啊 这个最难的是这个significance 影响啦 对我的改变啦这些 这是最难的 所以我们要复习一下 做好了以后 我们就要来看看 有什么问题了 啊 检讨了啊 所以呢 主要问题 有没有全部都复习到六类啦 啊 然后 这个学生在收问题的时候 或者是教他的录音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问题啦 我们可以帮忙的 啊 然后再看到学生的 这个考试题以后啊 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 这是先看到他们 他们的答案对呗 看了答案以后再看看说 他们要怎么样的改进呢 那我要他们自己 先 自己 给自己评分来看看啊 我也会来给他们一个 建议 啊 这样的话 考卷就可以做好了 啊 所以我的考卷呢 就会像这个样子的 好 啊 我会把一个可以copy的 这个试据 留给大家 啊 那 你们可以make a account 会先 复制一份 然后把它改变成 你们自己 可以做的 啊 啊 所以第一个部分呢 我是把它插入 YouTube Video 然后第二部分呢 我是把它插入 文化报告 然后再来做 啊 所以 等他们做完以后 我是希望 他们把它 说的 把它打字出来 所以我比较看的时候 比较容易看 它到底大家可以几分 有没有什么很多文化 文法错误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交卷时间 它要按正确时间 才可以交 好 这样的话 大功告成了 我非常感谢这个网站 好 这个叫做 slidesgo 这个网站 有很多很好用的 这个slides的template 可以download 然后来用 非常感谢他们 好 假如有问题的话 可以email给我 好 或是在facebook上面 找到我 我是康晓军 Martha康 好 谢谢大家 这就是我今天的报告